4月起,福建省厦门市首批1万多个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停车位正式上线 同时,纳入共享单车企业骑行系统管理,对用户违规随意停放行为进行约束 在该系统运行近半个月后,记者走上街头实地探访电子围栏停车位的实施效果 目前,数家单车企业已正式在骑行协议中明确规定 共享单车必须停入电子围栏方能完成结算 对违规违约用户每次收取最高50元的调度费 多次违规的用户还会被列入黑名单限制其行 这项措施引起了市民的热议 感觉确实还是存在很多市民不太自洁 如果说没有放到存放点,用一些比如说处罚的措施 我觉得如果说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把大家这种比如说习惯培养起来,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认为是不错的 对于规范停放这个东西,我是举双手赞成 而且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我个人也是做建筑师和城市设计的这方面的东西 不能每一个东西都是按照百姓的要求去停 虽然是方便了,但是城市是不方便 有很多比如说停放在路边或其他的地方的时候 很可能带来其他的交通隐患 比如说晚上黑天的时候,又没看见开车的时候 带来很多交通隐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应该系统上处调试阶段 不时会出现规范停车却被误扣调度费的情况 对此,用户可在保证车辆规范停放的前提下 先进行结算,拍下车辆停放状态 随后在程序上申诉 单车企业后台将处理反馈 及时退还误收的调度费 据悉,由于不同地段条件各异 以上线的电子围栏停车位规格不尽相同 根据规定在车位停满的情况下 单车企业均允许用户通过调整框内车辆摆放 挪出空位后再停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